王敏川先生,各位領導,各位來賓 民革中央對王敏川先生的哲學書畫展可以說是高度重視 今天,周鐵東文部委員長心致致,對這次展覽舉辦的意義可以高度評價 在美術館的各種展覽中,幾乎多見,充分表明 我們各方面對兩岸文化交流的一向重視 特別對台灣文化藝術界名家名人的真誠尊重 也是為了通過這些英文活動來促進兩岸關係的和平發展 促進兩岸民眾的心理交流 余貴院長剛才對永川先生的作品做了很好的評價 可以說有他畫家的獨特的角度 今天一早,他見到我,就翹起大名字說,黃永川真是畫得好 我想,李慧先生自己是我們在傳承和創新上非常有貢獻的一位名家 他能對永川先生的作品給予這樣的評價 我想他真是看到黃永川先生在書畫、研究和創作方面所下的獨特功力 也有對他藝術的新的意境和新的底墨語言有深切的感受 在我看來,一個好的藝術家特別是要創造出好的作品 我們通常說要有三個條件 第一,是學養 永川先生在台灣畫界,是一位身兼有學者 藝術行政管理、文博研究、多方面才能的這樣一個學者型藝術家 所以他對於中華文化傳統的研究和認識 就形成了他非常豐富的廣播的學員 這在他的作品中真是體現了出來 他能夠很好的研究中國畫的古代傳統和現代傳統 尤其注重把西方的繪畫學理和中國的傳統和經驗相結合 所以他的作品,總體中的來說,是一種中西文化 是站在一個新的文化的經驗、文化的積累上的融合 這一點很為我的經驗 第二,生活 尤其是知道中國畫,特別是山形畫 尤其是需要生活的萌芽 所以他這些年來,一方面積極參加兩岸的文化交流 也通過踏訪中國大陸的大山大水 積累了很多感受 這方面在他的作品中,有很多是表達中國大陸山口的作品 但是我覺得更為重要的是 他被台灣寶島的山川風光 有很長時間的體驗和感受 所以他的作品讓我們可以看到寶島台灣的山海風雲 還有今天的現實生活 所以他的山水是我們古人所說的可有可居的山水 帶有很深切的人情為生活 所以我覺得永川先生在這麼多傳統的山水的格式下 他能來找到自己獨特的視角 找到他很會心體驗的這麼多感受 所以他的山水作品是感人的 是讓我們覺得親近的 也很好地通過這種交流 讓我們通過他的藝術 更好地感受寶島台灣的人文和出來 第三,當然我們會畫需要在語言上下應付 那麼永川先生一方面能夠做到 從廣大和宏觀的角度感受山水 但另外一方面他的語言非常細密 由此他的作品就給我們帶來許多可以閱讀的細節 也正是從這種細節中可以感受一個藝術家的那種情懷 總而言之我這裡不能過多展開評價 那麼中國美術館曾經為兩岸的藝術交流做過很多努力 台灣的許多藝術名家正是透過在這裡的展覽 成為被大陸的藝術界和我們廣大公眾所認識 我相信永川先生的這個展覽也能夠起到這樣的效果 所以在這裡我既要代表中國美術館 我想今天還有我們國家博物館的副館長陳宇生先生 也是多年關注兩岸交流 我們中國美協的秘書長劉健先生 也是在做這方面的公主 我想我都代表他們 向黃宇春真正的修華展表示祝賀 周宅來圓滿成功 謝謝